犯境此时已然心垂平也 东华帝君更衣完毕独自一人在房中 以着软塌懒看经书 连续翻了四五面依旧看不进去一个字 索性放下经书起身来到房外 偌大的菩提树在屋外不远处 静静地挺立在这月色之中 月亮淡淡地灰则轻柔地洒遍整个犯境 诵经殿中的香火在月光下若隐若现 东华帝君站在菩提树下 月光落在他高耸的鼻梁和俊美的脸庞之上 将帝君本就如日月璀璨的俊美身姿 点缀得更加阴朗 银色的头发与月光相互映衬 一时之间发色与月色争灰 这样的场景真是几十万年难得一见 小狐狸此时在做什么 东华帝君目光看向远方 也不知是在看远处的菩提 还是在欣赏天边的星辰 四海八荒的夜晚 想必小狐狸也是睡了吧 也不知会不会踢被子 东华帝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不自己的一笑 心中自嘲自己似乎忧虑太多了 小狐狸此刻只怕是已经相梦成憨了 想到明晚小狐狸就可以在自己的怀里睡觉 东华帝君真恨不得 挥秀之间便是斗转心仪的一天 果然相思最熬人 东华帝君回到房中 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 看着窗外的月亮 此时才刚刚爬上了屋外 那棵菩提树的树梢头 时辰还早 夜晚的一半还没过去 东华帝君摇了摇头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沉不住气 是在阿兰若知梦中就留下了这个病干吗 凡间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从前奉酒在凡间独自带滚滚时 也听过不少人间吃男业女的爱恨情仇事 也在学到了这句话后 承用来自我安慰或是安慰别人 没想到千百年后 自己与东华帝君最终还是修成了正果 在想起这句话凤酒却觉得此话大大的不通 若是彼此爱慕 那一定是希望整日黏在一起 一刻也不分离 又怎么劝慰自己说不在乎朝朝暮暮呢 凤酒此刻在床榻之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知道东华此刻在饭境是否已经入睡了 冥界的夜晚是阴冷送暮的 或许是因为冥界承载着生灵万物的起点和终点 来到这里的无论是神仙还是魂魄 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目的 一进入冥界就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敬畏之心 生者值得敬畏 适者更需敬畏 凤酒坐起身子先抬被子下榻挨到屋外 冥界的夜晚说实话 有些让凤酒害怕 莫名之间凤酒想起了小时候 走夜路掉进蛇窝的事情 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随即左右看了看迅速朝着对面的房间跑了进去 也没有敲门进意外的门一推就开了 与此同时 原本漆黑的房间瞬间明亮起来 谢化楼一身红衣坐在床榻上 看见是凤酒连忙起身将凤酒拉进被窝 道 怎么了 凤酒喝了喝手 道 睡不着 找你说说话 可以吗 谢化楼听了 一笑 道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以为 你是因为东华帝君不在 所以才睡不着 凤酒一听 脸上在烛火的映照下竟有些微微发红 道 说什么呢 我就是单纯地想同你说说话 谢化楼见凤酒一副害羞的模样 也不再逗他 往里挪了挪 然后歪躺下一手支着脑袋 道 那你说说 为什么睡不着 凤酒躺下 顺手扯了被子将自己和谢化楼裹了起来 道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很久没来幽冥思 有些激动也说不定 谢化楼和凤酒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说起了东华帝君说起了艳池物 说到了连颂和成语也提到了默认上神和少婉 不知过了多久 凤酒的大眼睛渐紧眯成了一条缝 谢化楼故意很久没说话 见凤酒果然睡着了 这才自言自语道 这丫头 让我来哄她睡觉的吧 说完 便宠溺地为凤酒盖好被子 吸了屋内的烛火 躺在床榻上睡着了 阴丝黄泉 此时的隐魂花正值一日之际最旺盛的时刻 来来往往的魂魄 有的被引入了地府 有的则是在被引入了森罗殿 还有的在一团巨大的吸引之下 缓慢地进了那朵 隐魂能力最强的光泽 最浓郁的隐魂花的花苞中 那花苞中的魂魄 原本有着蓝色的光芒 经过谢姑愁的移植 此时此刻 那蓝色的光芒更加浓烈 隐魂花发出的红色光芒 汇集成了一团紫黑色的雾团 这紫黑色雾团随着漫漫长夜 黄泉路上络绎不绝的魂魄的涌进 颜色越来越深 竟已经从紫黑色变成了一团黑色 这黑色的雾团又分散成了 数个小的黑色的雾团 主动沾染着黄泉路上的魂魄 还有的试图冲出阴丝门冲向森罗殿 幽名斯伦回台此时也若隐若现出黑霾 只是不似先前浓历 说来也奇怪 自从谢孤仇将魔界纳珠影魂化引入 移植回冥界后 幽名斯文回台的黑霾便没有再出现过 只是这也就是一两日的时间 因此即便是有这样的发现 似乎也印证不了什么 九渊墙边 冥界之花水晶兰还在蔓延 周边除了一些枯萎腐烂的植物 再也没有其他的声明有什么异常 水晶兰如此疯涨 实在是一个谜 冥界 如同名字一样 很多事都明明不清 天地起开 这样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似乎不多 上一次 姚军灵须的一些计谋 不仅有方丈先生的吃吻少主盯着 更有东华帝君和墨渊上神把控着 这一次 睡着的夜晚是很匆忙的 凤九觉得自己不过是打了个哈欠 怎么一睁眼就已经是第二日了 最关键的是 冥界白照黑夜不分 若不是谢化楼叫醒了凤九 凤九恐怕一觉要睡到日上三干 白照是一切希望的开端 银色黄泉的隐魂花又恢复了柔和的模样 那株魔戒移植回来的隐魂花又含蓄的紧紧的包裹筑花包 明明在魔戒都有了要绽放的架势 但回了冥界却变成了咒服夜初的游侠 凤九连宋今日是要回九重天的 因还要回去将明界的剑门告知夜化天君 同时还要翻阅史料 西记从这些史料当中找到明界这些西汉式的蛛丝马迹 因此在早善之后 连宋又叮嘱了谢化楼和谢姑仇一番 说是叮嘱 实际上就是告诉二位明主自己回去后 将与天君一道商议如何协助明界 几次三番告辞 凤九才和谢化楼恋恋不舍地告了别同 连宋一道往九重天的方向返回 出了明界 二人却一转头又却魔族 燕池物相是有感应式的 一早就在魔界与仙界交界处站着 一见到凤九便道 小九啊 老子就知道你今日要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默契啊